我刚刚这边看到一个骷髅头 那是真的骷髅头吗 对 我们在这边 把骷髅头拿出来给你看 是可以拿出来给我看 真的吗 你要动一个人的骷髅头 好 我看一下 我知道他需要这么激动的话 可能就不需要动他 感觉那个灵力会不会太强了 还要在那边用一个厉害的仪式 跟经文去把他请出来 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他请下来了以后的话很灵这个 你知道吗 我做一些仪式的话 就是说他会散生 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 已经请下来了 所以说要把它控制下来 其实我刚才啊 其实就是随便说 他们那边看到一个骷髅头 没想到他还要做这么盛大的仪式 把这些东西请下来 而且他刚刚拿这个阴灵 放到这个地上的时候 其实我就弯下去去看 看到这边就是一个石胎 这个石胎其实在我旁边 就是那个感觉是 真的像吐吐出来 讲白话 英灵就是养小鬼 但是现在不是要示范 制作鹰牌吗 没错 其实鹰牌就是匠头师到各地 收集意外夭折的 婴幼儿骨灰 混合在特殊的泥土中 再压磨烧制出来的 因为法力来源不属于正统佛教 所以压制的肖像 也就会有小孩子的样貌 有用吗 据说有 但是平时必须要有所谓的供养 简单的来说 就是可以带着身边行走的养小鬼 阿湛凯 你刚刚丢的酒是什么 那么 那么好 酥油 酥油 就是酥油 酥油 那么好 里面的成分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没关系 我必须要知道 好 好 我看到了 OK OK 非常好 摆一个酱头师加 会有很多 要加什么 你想不到的东西 链制完毕 再由酱头师用法力开光 银牌就算是完成 有人敢佩戴吗 当然有 通常走偏门的人都喜欢佩戴银牌 据说是很灵验的 而基本上 每个酱头师制作的方式不同 效力也都会有差异 但是 成分都会是用夭折的婴幼儿骨灰炼制 相反的 正同佛牌的成分 顶多就是高深色力或骨灰 一般是不会用婴幼儿骨灰的 所以 开始有一点鸡皮疙瘩 还有鸡皮疙瘩 有鸡皮疙瘩 但是我还是觉得在骨牌市场 有一些骨牌阿娜的感觉 比较明显 那这个做完之后 它有什么特别的发力吗 没有耶 他叫一个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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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我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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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上来 骨牌 身材 拿一个无视刀 拿个骨牌 利不利 OK 利的 好 可以把这个字 劈破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好 好